komm 98c 往返將軍外虐口北 即將軍港醫院廢出 京長沙環 深水埗 旺角 瓦礦老街 九龍城 深蒲岡 骨塘繞道 柾華平 康城 花園 翠林村 本林村 禁林村郭口港鐵罩 孝德村 它在1993年開辦,初初只是在繁忙時間提供蝦可北哲惠夫的單向服務 1995年增設繁忙時間的雙向服務,1996年再提前傳入服務 2002年來回程要經蝦可地鐵站 這條線來回程經觀塘繞道,不停觀塘至九龍灣一帶 路線被舊友將軍澳往回九龍路線,例如93K和95直接 但98時由蝦可開出,經寶林、翠林、再沿寶林路去到觀塘獸和平才上高速公路 路線相當長,所以省口至旺角的車程仍需要一個小時左右 只不過因為翠林村、康城花園和十目平都不接近港鐵站 乘客想直接往西九龍都會選擇98C 再加上新蒲光至長沙環園和乘客支持 所以這條線仍然有相當不錯的客量 由於98C的九龍總集還是美孚,行車路線是23.5公里 剛剛過了行車路線23公里的上限 令到它的車費貴過同樣來往張威澳至西九龍的296C和796C 但其實98C的乘客都是集中在旺角和深水堡 去美孚的反而是少數 所以被部分乘客批評收費太貴 至於98S就是98C的輔助線 經清水灣半島和張威澳隧道不經寶林路 它只是在星期一至五上午上班時間 由坑航北開到美孚 和下午課工時間由美孚開到坑航北 它在2004年開辦 此時是2002年開辦的98C特別班次 繞經清水灣半島 雖然九巴以往聲稱98S是普通和空調巴士運輪行走 其實飛空調巴士幾乎沒有行過98S 直至2004年 九巴正式宣佈98C和98S的全線空調巴士行走 八巴六是馬場特別日子巴士線 在沙田馬場賽馬日圓場之後 由沙田馬場經絲碎、石結尾、深水堡、長沙華 回來美孚 八巴六最初1978年出現 當時是由黎智國橋底單向沙田馬場 1982年停辦 1990年往回荃灣和沙田馬場的848改經乘碎 不再經長沙華 於是九巴開辦沙田馬場單向美孚的新路線 去彌補以同復望 亦即是現在的八百六 換言之兩代八百六的服務方向是剛剛調轉的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裏的過海巴士線 他們是102系的路線 包括102號、102P、102R、通銷線N122 以及已經取消的通銷線N102 102、102R和N122原本是九巴和中巴亂營 但中巴在1998來專營權結束之後 102交給成巴、102R和N12交給新巴 繼續與九巴聯營 而後來開辦的102P和N102 就由九巴和成巴聯營 102號羅和美孚折搜機灣 經長沙灣、深水埗、旺角、尤華地、紅磡海底隧道 銅鑼灣、北角、則如沖、西灣河和愛迪墜灣 他在1972年開辦 向紅碎開通之後 頭三條開辦的過海巴士線之一 當時羅和麗之國橋底折搜機灣 經軒尼斯道和兒和街 1975年 他來回程當局告示打道 往麗之國橋底方向改經興法街 在銅鑼灣市中心鬧市的服務 就由一一二取代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 102往美孚方向 是途經縱方街和上海街 後來上海街 較為單程南行 102又改經新田地間 但沒多久 102就完全改行來得道 作為102系列的主線 102號歷史內同班次民 貫通港九的中心地帶 客量在甚麼時段都相當高 可以說是紅碎過海線的線王 不過102由沙基灣到天後 全程走經舊路 繁忙時間速度被港鐵頗為輸線 102P是102號的輔助線 只是在平日上午的上班時間復步 由沙基灣單向美孚 沿北角堂水道行東區走廊 直去洪水 吳京泡台山至銅鑼灣 等沙基灣至北角的乘客 在上班時間可以較快地前往九龍 他是在2002年開辦的 N122也是來往美孚至沙基灣 在1975年開辦 當時來往蘇屋舍北角碼頭 叫做122號 1989年總是由蘇屋延場到美孚 1996年編號改為N122 他的乘客可以在紅碎收費廣場 用八兩套卡免費鑽成N121 方便乘客去紅磡至牛頭角 和灣仔至上環 和由N121轉成N122 方便去灣仔至沙基灣 和由麻地至美孚 N102是102號的通宵線 在2002年開辦 初一只是在農曆年初一凌晨行走 203年改為每日通宵行走 和往美孚方向改經北角的一段東區走路 往收費廣方向改經維園道和永興街 由於N122和N122的龍線局部重疊 N122的總站在2007年由北角碼頭 延長到收費廣 提早頭班車和延長尾班車開出時間 N102便取消 聘入N122 102、102P和N102都搬過港島總站 102開線那時的沙基灣 但2001年配合愛截罪灣填海區屋苑入伙 總站搬去愛截罪灣的外延街 2002年102P和N102開辦港站 總站都在外延街 同年6月102號和102P的總站 再搬去愛德街 2003年N102那位每日通宵服務 總站亦都在愛德街 2006年政府收回愛截罪灣的愛德街總站 這三條線的總站又搬回收費灣 改為妖精愛秩序灣 至於102R是馬場特別線 在快活谷馬場賽馬入美場的前後時段 由快活谷馬場單向尾班 它原本是102的特別班次 是一個81年證明做102R 由於102R專為馬場乘客服務 所以車費比102R和102P等線都高 我們介紹餘下的通宵線 有N237、N260和N269 N237往快葵涌葵勝、循環線 經請西宮路和義合道 錫尼安蔭、錫尹葵勝為 在2002年開辦 2004年加經錫尼尼貝街巴士總站和安蔭巴士總站 它和N241、N260、N269都設入八特通 轉乘車費優惠 並在美孚這裏做轉車點 方便乘客在凌晨時間 往返青衣、西九龍、屯門或者元朗 雖然如此 但由於錫盛和北葵涌都有紅色小巴士 直接往返旺角 車費只貴N237三元左右 比N237車去到美孚更加方便 所以N237的客量一直偏低 根據運輸署在2009年初的資料 N237每晚平均只有120個乘客 即每班車都不夠4個人 運輸署近年不斷建議取消N237 但因為區議要反對而未能成事 N260往返屯門碼頭 經葵涌道、葵方、葵卿、大窩口、 荃華市中心、屯門公路、安定有愛屯門市中心、 新墟、紅橋、府地、兆康苑、建新、 寶田、山景、富建花園、美樂花園 在1997年開辦 它與N237、N241都設入八特通 或者現今的轉乘優惠 方便乘客在美孚轉乘 廣返葵涌、青衣或者西九龍 1999年它改經荃灣和葵涌 2022年它在京華兆康苑 N160主要服務乘客在凌晨時間 往返屯門至荃灣葵涌 和荃灣葵涌至屯門或者美孚 N169往返天水圍、天池村 經葵涌道、葵方、葵興、大屋口、荃灣、 屯門公路、大嵐隧道、元朗 和天水圍的國屋院 在1999年開辦 它與N237、N241都設有八特通 或者現今的轉乘優惠 方便乘客在美孚轉乘往返葵涌、青衣或者西九龍 N269開辦初期指服務天水圍南 但在2002年改經天壽路 服務天水圍北 2003年更經濟濕地公園路 將服務範圍擴使整個天水圍 它主要服務乘客在凌晨時間 往返天水圍元朗至荃灣葵涌 和荃灣葵涌至天水圍元朗 環境美孚 以N269亭大嵐隧道轉車站 亦方便轉乘其他同興大嵐隧道的通宵線 包括本身和它有車費轉乘優惠的過海線N368 另外還有一條特別日子過海線亭美孚 它就是九巴和新巴聯營的105R 在2006年開辦 105R只是在灣仔香港會議戰艦中心新役 星期五或者六 晚上書展散場之後提供服務 由會展新役單兩去美孚經洪水 接載離場的市民回九龍 雖然編號相似 但105R和105或者905是沒有直接關係的